他们辛苦的在跟黑道战斗的时候 在上层的政治人物 却跟这些黑道大哥光愁交错 body body 我们就是看不下去 一身白T黑裤站在总统府前怒枪政府 前立委洪国昌以及馆长陈之汉 周一合体现身凯达格兰大道 举行记者会呼吁民众参与七月十六号公平正义大游行 同时向总统府递出邀请函 邀请总统出席 另外也邀请各党候选人到场 除了爽快答应会现身的柯文哲 日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也表示会发生支持游行 蓝白难得立场相同 未来馆长是否会出力帮助蓝白和也引发联想 对我们为公共利益发生 至于说他们要不要和是他们两个党主席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先前馆长公布的MV 短短两天累积破五十万点阅率 结尾画面挂上国民两党党灰 也让人好奇是否间接力挺 你看他们这两个党做了老半天 无论是蓝还是绿还是这么多枪毒毒 诈骗嘛 然后司法不公正嘛 然后居住正义什么问题还是有啊 所以这次我要跟人民讲 他们都在跟你骗 黄国昌睽为四年合体馆长 在大选前再度站上街头 诉求聚焦黑金枪毒 让政府听见人民声音 华世新闻张正陈建达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